Hello 大家好 Erika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迷迭香花园香草去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精油的这个保存 因为精油的保存不当呢 其实精油的这个效果就不好 那精油效果不好顶多就是浪费钱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把这些过期的或者是已经氧化精油 用在皮肤上面就有可能会产生皮肤过敏的问题 那我这边呢要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精油这个保存的方式 他就哪些精油是比较耐保存的 那哪些精油是不耐保存的 那怎么样保存才会是比较好 那首先呢 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精油保存的这个议题 大家在讨论 在以前最早的一个精油的一个运用的方式 甚至都有讲到说 薰衣草跟茶树 是可以唯一不用稀释用在皮肤上的精油 这个地方是我刚开始在入门的时候 常常听到前辈们在讲 就是薰衣草跟茶树是少数可以不用基底油 就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面的一个精油 他们可以抗发炎啊 什么伤口烫伤 什么都可以用 可是在欧洲最近呢 就发现了很多的个案就是 为什么有人用了茶树精油 发生皮肤有很严重的过敏呢 后来再回推去查询说这些精油的来源 然后精油的保存 他发现说 一个有可能是这个茶树精油 在欧洲当时在装瓶的时候呢 有可能在这个管线里面呢 混合到了这个油加粒的一些成分 那二呢 也有人认为说是茶树的这个精油呢 高温它已经失去它原来的这个安定性已经氧化 所以有一些欧洲这个白种人 他们在使用这些精油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些皮肤过敏 所以这几年就开始推翻了以前的这个论点 就是说茶树精油可以不经期使用在皮肤上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认为茶树精油 使用也是要小心一定要买fresh 就是说在萃取新鲜在两年内的精油 才是比较安全用在皮肤上面的 所以就精油的这个安全性 就是保存也开始就被重视起来 说原来精油有一些特殊的保存的要点 那另外就是说 三楚在亚洲的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在夏天的温度都很高 几乎室内温度都超过25度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当中 你的精油已经过期坏掉 可能你还继续使用 可能你的精油的这个效果就不好 怎么书上跟你讲这个精油对皮肤很好 它可以减痛可是你的效果都不好 就是有可能你的保存的方式不对了 我举一个实例来讲 就是大家可能很常都会买到这个柠檬精油 像这个sweet orange就是甜橙 像写橙精油这些东西 或者是说像你可能听过橘子精油 等等这些 可是他会觉得说怎么一段时间后 这个精油味道没有像刚买来的时候 有那么的fresh的那种香味 就是好的这个精油一打开的时候 其实很像就是你在剥开那个橘子 或者是柳丁那种香吉士 因为其实国外像这种 orange類 或citrus的这种水果越来越多 其实味道都非常的香浓 citrus的这些金油呢 柑橘的这个金油类都是有 应该是要有这种 像你剥开在吃这些橘子 不管是类似像美人干 或是橘子 因为这样这种品种在美国 光橘子品种就一二十种 不同季节都不同的橘子 有的皮也很光滑 有的皱皱了 像不知道该怎么叫 凹出扭巴了 可是有的皮很丑 可是真的超好吃的 那这个柑橘类的精油 其实今天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打开使用三次 这样打开哦 只是打开三次使用 可能是滴薰香啦 滴在你的清洁剂等等 那你都一直放在室温超过25度的 这个摄氏25度的环境之下 它的这个里面的有效成分的柠檬锡 它会从百分之六十七 下降到多少呢 三十 才一个月哦 它减少了一半的这个效果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再放两个月 它完全几乎都快没有了 所以你是不是就很浪费 所以呢 呃我会建议说 这类的精油你买的时候 除非是你要大量使用 你才会买大瓶 如果说你用的量很少 你宁愿是买小瓶这样子 那买小瓶也不是就放在家里面 这个室温就好 这个研究人员很有趣 他刚才提到说25度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摄氏5度的环境下 类似像冰箱这样的冷藏 它的这个柠檬系下降的比例呢 经过一个月之后呢 它的这个下降比例可以几乎不用考虑到 大概就零点多%而已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恒温让它在零度的一个 零五度的这个情况下 它的柠檬系的保存是非常稳定 可是你放在425度的情况下 它就很快会大幅的下降 所以我有个美国的朋友 他的他们家的金融是在亚历撒纳州 那因为亚历撒纳州 常常温度在夏天都四十几度 他们家金融全部都是要放在冷藏的 它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冬天 都是一两度七八度 那我们夏天晚上也都大概只有十几度 温度都很低的 所以就很凉爽 所以说如果你居住的环境 长时间会在25度以上的环境 尤其是像以前在台湾25度以上的环境 我想大概有七八个月吧 那高雄可能更久 所以你就要 今天要把像这种柑橘类的精油 柠檬 还有像这个 orange 一定都是要放冰箱的冷藏 那另外还有一种精油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它不是这种柑橘类的精油 可是它也是适合要放在低温的情况 也就是属于高铁锡的这个精油 Turpin类高的精油 哪一些东西会有这种呢 像雪松啦 厮薄啦 这种深夜的领类 因为这种精油大部分都是可以化痰的 有化痰效果 还有就是对这个脑部的这种 抒压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这个温度控制不好 精油品质下降的时候 它就会氧化 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些效果 你可能闻到的时候反而有刺激性 所以其实在台湾 然后在美国都有学者是研究说 为什么熏一场精油 它点在环境当中一段时间 为什么眼睛会开始流眼泪啦 鼻塞啊打喷嚏 眼睛红红 也就是说精油其实在空气当中 暴露太久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通常如果是在熏箱的时候 我会建议说最多熏半小时到一小时 之后把窗户打开 空气流通之后再重复加新的精油 绝对不要像百货公司的贵姐他们一样 就是早上点之后就再试封闭的环境一整天 那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呼吸道过敏 跟眼睛的过敏 那是错误的精油的那个熏箱的方式 那另外刚才提到说 Cephyrus是比较不好保存的 可是有些精油就是很好保存的 像Phenol这种奥勒钢的精油 或者像有这个Tymol 就是说百里香分的这种精油 或是香芹分的这种精油 它们都是属于稳定性高的精油 也就是说它比较能够对抗温度的变化 通常都可以放到五年左右 这几个精油像广获香啦 Veterum啊 盐兰草啊 还有就是盐玫瑰啊 什么这些东西 玫瑰啦 还有檀香啦 伊兰伊兰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耐存放的精油 它可以放到十年 甚至有些广获香可以放到25年 如果说你保存的好的话 保存好的意思就是说你比较有闭光 你没有放在冲物旁边 也不是太潮湿环境 你每次用完都很快就把它盖起来 那有一个保存的技巧就是说如果你的精油是很大瓶的 可能是100cc的 那你用到一半的时候 你最好把这个剩下的那一半再装到小瓶里面 就尽量让它上层的这个空气减少 这也是一种精油很好的一种保存的方式 那刚才提到说像柠檬不好保存 最多最多就大概两年 那像薰衣草这些大概三年哦 迷迭香也差不多三年 那像这个百里香啦 这些东西就可以放在五年左右 百里香啦奥勒钢这些可以放到五年 茶树也大概就是两年左右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常常会有问一个问题说 诶它有些精油买了很久 因为它忘了怎么使用 它已经放了十年 那怎么办还能用 通常这种精油我会不建议你用在皮肤上面 以后用在脸上面 薰香因为都可能氧化 我会建议说你就是拿来把它当清洁打扫 把它用掉 你就是可能 呃到到马桶里面去刷洗马桶 或到到你的那个拖地的水里面去 拿来这个擦地板哦 因为已经放这么久的精油 通常它的活性效期都已经大幅降低 没什么效果 那你用在皮肤上也有可能会产生过敏 所以就不建议你用在脸上 这样子 那像姜的精油也是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像这种CO2类萃取的精油 就是用这种超凝界萃取的这种CO2的 呃 姜的精油 会它保留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好 因为它的姜的色素跟辣度比较容易萃取出来 而且也比较呃 耐保存 那也用量也比传统的这种呃 蒸馏法的精油效果好 可是如果姜 如果说是薰衣草 我就不建议说你一定要用CO2 因为我自己也用过CO2萃取了 其实味道变得比较淡 并没有比较浓 而且没有效果特别好 那像薄荷精油呢 以前也有一度人家讲说 薄荷很容易氧化啦 大概一年就会坏掉 实际上那个是指那个薄荷 这个香草只有预热很容易黑掉 可是它在精油上面其实没有那么快会有问题 大概可以放到3年左右 4年都还没问题 只要你不要放在太高温 好 经常开 忘了关 或者是说被这个 就是开关就是因为空气湿气的问题 好 温度 最重要精油三个最大的杀手 就是光线 好 这个温度跟空气 你只要掌握这几个技巧 你的精油也可以保存的很好 嗯 我有一个长辈老师大概80几岁 所以他说有一个玫瑰精油就放了二三十年 到现在都跟当年打开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哦 我也有像一些 网货香啦 或盐蓝草 盐玫瑰也是可以放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大家 哦 可以好好保存 投资一些比较好的精油品相 在使用上也比较得性应手 尤其像刚才提到的像盐玫瑰啦 然后这盐蓝草 它很特别 它就是类似像有一种那种很深层的 类似那种大地的那种味道 那它这种精油都是在调香水的时候 会被当成天然的定香剂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为什么这些植物精油会比较耐保存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精油的这个保存的要件 然后怎么样去判断精油是不是坏掉了 好坏掉后的精油怎么使用呢 那到这边为止 那欢迎你点赞按分享 打开铃铛哦 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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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坏了